哈囉大家好我是Mini 歡迎又來到我的影片 那今天呢我要來介紹鋼管舞高跟鞋 好那我們先來討論為什麼很多人跳鋼管舞都會穿這麼高的高跟鞋呢 那當然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為很美啊 那高跟鞋呢一般穿上去就會讓人覺得瞬間變得優雅 然後穿高跟鞋走路都是有難度的 那更何況是穿著這麼高的高跟鞋跳舞 那首先就是因為它本身有困難度會讓人驚豔 然後呢像這個20公分 它的跟鈴有20公分 那它是蠻多人會穿的8吋 那想想看 如果你是平均身高大概160左右 然後穿上去你就瞬間有180喔 然後退也順便增長了20公分喔 你是不是很很令人驚豔 然後就瞬間變得優雅起來 就是穿進去然後就站著拍個照 都覺得自己超級美的 那為什麼鋼管舞會有這種特殊的高跟鞋呢 這個呢就要去追溯鋼管舞的期間與發展 那如果真的要去討論的話呢就會發現 它的發展跟國外的Street Club有很大的關係 那之前在Street Club工作的舞者呢 他們就會穿高跟鞋跳舞 然後漸漸的呢他們就發展出自己這種有防水台 然後呢適合跳舞的高跟鞋 那在比較後面鋼管舞開始發展啊普及化之後呢 很多人就希望可以把鋼管舞正名化 就是把它變成一種單純的純運動 所以就開始比較流行沒有再穿高跟鞋的一些技巧啊 或是動作的練習 然後在更後面的發展呢就有人覺得 可是這高跟鞋就是剛剛的一部分啊 所以就還是很喜歡就是 開始穿著高跟鞋啊 然後跳舞啊 練習一些舞碼啊 或是甚至技巧 然後來展現剛剛我們它特殊的魅力 那高跟鞋的舞碼本身也有很多種不同風格 那現在大致上可以分為就是 像是Old School Old School就是 嗯 一些比較性感的動作 還有一些就是 化腿啊 然後可能身體的擺動啊 然後還有Pole Flow Pole Flow的話它是比較講究在我們肢體的流動性 就是會有一點點現代舞的元素 就是在穿高跟鞋的時候呢 然後呢 藉由身體的控制力 讓你像水一樣呢 非常的流暢的在鋼管的周圍去舞動 那還有就是Hot Style Hot Style的話 嗯 一般來說就是比較快的 節奏感的強的音樂啊 就是 嗯 有些舞碼會有一些比較嘻哈的元素 然後呢也有可能會放比較多的一些比較困難的技巧 然後整個速度感是比較強的 那高跟鞋的舞碼其實也不侷限於上述的三種風格 就是非常的自由都可以根據自己的 嗯 可能舞蹈經驗啊 或是自己喜歡做什麼動作啊 根據自己的創意需發展出一些自己喜歡的動作 那高跟鞋其實也不只是在地上跳舞的時候會穿 也有很多人就是在做固定管 或是旋轉管技巧的時候都會穿著高跟鞋 那它會大幅增加做這些技巧的難度 因為它很重 那好處就是它會 也是讓你的腿瞬間加強 所以就是也是看起來很美 然後會覺得更加具有挑戰性 那我也聽說過一些說法 就是穿高跟鞋的好處呢 除了看起來很美 讓你的腿啊更加的修長 然後整體的世界效果更好之外 還有一些比較像是 穿上去就瞬間讓你在抓管的時候 可以往上多抓個20公分 對或是呢可能在做旋轉管啊 或是固定管的時候 有些比較需要甩的力量的話呢 因為鋼管它很重 對它一雙的話大概平均都有可能兩公斤 那它就會幫你增加動力 可能讓你有一些動作會更好去完成 那同時呢它也是會更加的挑戰性 因為腿很重啊 膝蓋可能更難伸直啦 然後最主要是因為它很高 所以很危險 因為呢如果 就可能練走路 走路都很困難 就一個不小心就會跨到腳 甚至是從鋼管落地的時候 就是 是非常需要注意你的腳法 那這些高跟鞋是專門設計給鋼管舞者使用的 那它的鞋跟跟放睡檯本身非常的堅固 然後呢 堅固的話它就可以保護你的腳啊 保護腳趾頭啊 然後呢像它的鞋頂啊 是有一個弧度在的 這個弧度可以幫中人在跳舞的時候 更好的去旋轉 那它呢 這邊 它的鞋墊呢 也是根據你的腳型 它是非常的貼合的 然後呢 鞋墊是軟的 它也非常的舒服 所以說呢 嗯 跳光管舞的高跟鞋呢 盡量是去買一些它專用的 盡量不要說就是 隨便去一些鞋墊啊 看到那高跟鞋很美 就拿去上 嗯 高跟鞋課 畢竟它們可能不是跳舞專用的 可能很容易就壞掉啊 或是很容易會讓自己受傷之類的 那 高跟鞋的品牌的話呢 當然最主要就是這個老品牌 它創立1993年 它是美國的品牌 它叫做Pleaser 對 那這就是最多人在穿啊 然後它也是最最普遍的品牌 然後它有非常非常非常多的款式跟設計 那另外一個的話 它是一個澳洲的品牌 它叫做Hela Health 那它是一個新興品牌 但也越來越知名 然後全世界各地都有越來越多人在穿它 那它有很多非常非常美的款式 那另外可能還有一些比較小眾的品牌 或是一些 嗯 客製化的 還就是可以去聯繫它的設計者 然後請它幫你客製一雙你自己喜歡的顏色啊 或是款式的鞋子 那衣裳高跟鞋大概最便宜都是羅在台幣 大概兩三千塊左右 那可能再加運費就可能會更貴 所以呢 它不便宜 但是絕對是很值得你去購買的 如果真的很喜歡的話 然後它看起來便宜 像這種飾品 就是 你會有點捨不得穿 那我之前提到過就是 跳高跟鞋看430上的 其實非常的累 那首先就是因為它很重嘛 就是有重量的話 它會需要更多的控制力去加 然後呢 其實大部分的身體重量 包括鋼分鞋的重量 都是在相機上 因為有很多的身體的轉換 是需要用上半身的聯繫去控制住的 對 那還有就是如果要 讓你的舞啊看起來更美的話 就是 就是記得在站著的時候呢 我們都只有站在這個前面這一小懷上面 就是走路啊旋轉的時候都盡量是 這樣子在站著的 所以 其實是會需要一直點著的 對就是站在這一塊 對但是要這樣子站的話 其實是非常需要腳踝的力量 我們需要非常強壯的腳踝 那這都可以慢慢練習 所以沒有關係 還有一個小題外的話 就是如果你曾經有練過芭蕾 然後有很強壯的腳踝力量 跟美麗的大腳背 我有嗎腳背就是這一塊有非常大的互動 那這樣子的話 跳高跟鞋會超級無敵 就是 歡迎去練高跟鞋 那沒有也沒關係 我們都可以 就是從零開始 那高跟鞋其實是非常容易磨傷的 就是 因為我們會有很多在地上 轉換動作 所以 特別像是這個 前端 就是 可能 剛才說現在高跟鞋很開心 然後上第一堂課 就會讓它完全被磨破了 所以 會有這個東西 它是 保護套 就是可以保護我們的鞋尖 對 可以讓它不要被磨傷 就是你哪天要表演要比賽 就把它拿下來了 就發現 它是 非常的完美 對 我幾乎每一雙都有 等一下這個 打裝回去 那另外呢 我們跳高跟鞋的時候 很常會穿護膝 護膝 那 如果是初學的話 一般的護膝其實就可以了 那如果是比較進階的話呢 可以買這種 就是 它也是 鋼管我專用的 就是 除了可以保護膝蓋呢 然後它後面這個 材質是 可以讓你 貼在鋼管上 就是 你不會說 滑下來 那它後面也有這個洞 它是可以讓你露出細膜 或就是 也有一些 動作是需要用到我們的 西窩去勾鋼管的 這個就是 穿上去之後 那些動作都完全沒有問題喔 那會需要護膝 就是因為有很多動作呢 都會跪在地上 然後有很多落地的動作呢 也是會需要去保護膝蓋 所以就是避免受傷 避免破皮 對 都可以準備一雙護膝喔 它都是 它等於是一種配套 好 那 在台灣的大家 如果有知道 哪邊 可以買得到 就是高跟鞋啊 或是 護膝啊 或是 保護套啊 都歡迎在 底下留言處分享 連結喔 那我記得是 台灣有一些 Clean色高跟鞋的代購 所以就是 不用擔心 都可以買得到的喔 那我分享一個小小的故事 就是 我當時第一天呢 來到澳洲 然後我在市區逛街 然後就超級無敵驚訝 因為我居然看到 路邊一家吃人用品店 它的那個外面的櫥窗 擺飾的就是 一大堆高跟鞋 所以 像這種 布麗塞高跟鞋呢 在澳洲 是 邊一家吃人用品店 走進去看 它有超級多無敵 多美麗不同的款式 然後尺寸也都非常的齊全 然後在台灣的話呢 我那時候啦 現在 我不清楚 那時候就是線上訂 然後呢 要等一個月之後 才可以拿到鞋 就是 對 那高跟鞋它也有很多種不同的款式 像是有靴子啊 或是像是有涼鞋 那 靴子的話 它的好處是 對於 腳踝的包覆性比較大 所以就 有比較多的支撐力 那像是這種涼鞋的話呢 它就是盲在腳踝上 所以 會需要更強的 腳踝的控制力 不然都很無關到 那它的好處是涼鞋會稍輕一點 那另外 像這種靴子它前面 有包腳踝的好處就是 可能有一些 我們會需要落定的動作 也比較不會去搓到腳踝 那當然也有露腳踝的鞋子 就是 隨大家的喜歡去共 好喲好喲 那接下來我要展示給大家看 我自己線有手邊的拐拐鞋 那我現在呢 有六雙 有一雙耳環白軟的地方 所以我會展示給大家的是五雙 我覺得超級小的 不夠多 那高跟鞋的話呢 在選購的時候 盡量是去買最合腳的尺寸 因為合腳的話 再穿上去它就是非常貼合 然後就比較不會浪浪啊 然後當然不要太近嘛 那如果是合腳的話 穿起來其實是非常的舒服的 那 它的尺寸的話 其實根據品牌也不太一樣了 像Visa的話 我都是買六號 那我部門身腳比較小 然後像這個Hera Health的話 是 三十七號 我是穿三十七號 那其實 一般官網上也都會有尺寸對照表 然後你可以自己去測量你的腳的大小啊 那最好的方式 當然就是 如果身邊有人有高跟鞋 然後如果 他願意 借你去試穿試套的話 那當然是去穿穿看 是比較好的方式 畢竟算很貴嘛 如果直升買錯也麻煩 那高跟鞋的高度的話呢 我個人認為 也是最多人穿的 就是 八吋 那八吋的話呢 它就是 高度呢 剛剛好 不會太高也不會太低 然後呢 很美 然後呢 不會說太難去控制 那如果是初學的話呢 其實也可以從六吋七吋去開始下手 那如果呢 想要更具有挑戰性的話呢 就可以買到九吋 那有些人覺得九吋太高不美 那這都是個人喜好的問題 好的 這張最舊的 就是沒有很舊的欸 兩三年而已 對 那如果長穿的話呢 就會比較容易磨損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 對 那他的材質是比較適合爬罐的 最雙的話是八吋 對 那他就是涼顯 所以需要 有比較好的腳踝的控制力 然後 穿著的話呢 其實 這個前面的部分啊 或是這個綁腳踝的地方 其實都會鬆掉 對 所以 這就是買合腳的重要性 那第二雙呢 這一雙呢 是來自 那 這一雙比較高 他是九吋 那他是靴子 然後在腳踝呢 在上面再多一點點 對 那 他的 防護套跟 他的鞋子的材質 畫色色一樣都是蛇 就是他自己管我買的 鞋子的防護套 那這雙呢 非常的美 那第三雙呢 這個超級不低長 他是 西上鞋 就是 穿起來會到大腿的一半 那他的後面呢 有這個 給小腿的皮肚 好 那這邊很特別喔 就是 他的這個鞋舌 是有夾合的 所以就是不用再另外去穿護膝 他已經有達到 保護膝蓋的效果 那他的拉鍊在這邊 他的拉鍊就是一半 我們拉起來就可以穿進去 小腿呢 伸進去 拉起來然後就瘋狂的綁 另外呢就是 穿這種靴子的高跟鞋 就是先把鞋帶拉鬆 拉鬆之後呢 穿進去之後呢 就盡量把它綁緊 對 就是 就是 喝腳很重要喔 不然你在跳舞的時候 會蠻危險的 就是會更容易去拐到 那 這雙有保護套 就是一樣是 銅龍化色的保護套 就是一樣是在官網上買的 那他呢 神閃發光的 超級美的 那他的拆枝也是亮眼 就是 比較容易去貼在鋼管上 就是卡住這樣 對 如果要爬關的話 是非常合適的喔 所以也可以去做一些 需要後襲啊 去勾管的東西 就是都不要下來 對 那 這一雙的話呢 其實 他 不會到這麼重 就是他雖然體積很大的 但其實不會很重 但他 穿上去然後開始跳舞 就會很熱 就會整 滿腿大汗 這樣子 就是 對 比較深的天氣冷的 或是那個 冷氣房 可能溫度會特別一點 好的 那我要這個第四雙 他是 客製化的鞋子 對 就是 嗯 我當時找到他的廠商 然後就跟他說 欸我想要這一種 西上的款式 然後顏色 我想要這種巧克力色的 對 那像 這種靴子的話 他的價格 會比較高 對 那他穿起來也是非常的舒適 然後他也是九寸 對 那他的拉鍊呢 也是在這邊一半 然後呢 西上的意思就是呢 他前面呢 會包覆到膝蓋 那後面呢 他的膝窩呢 是露出來的 那 我也非常喜歡這一雙 他也是超級美的 好那我們來到最後一雙 那最後一雙的話 他 也是亮皮 也是白色的 然後也是可以爬罐 像剛才那雙 巧克力色還是 人工皮革 他就比較不太適合去爬罐 那這個就沒有問題 那他比較特別的是他沒有斜根 沒有斜根 所以這雙的意思就是 嗯 更需要腳踝的力量 因為你在走路啊 跳舞的時候 就是沒有那個 跟的支撐 支撐 就是 對於在跳舞的時候 都是頂著的 然後自己的經驗是 就是在穿這雙跳舞的時候 如果從高速跳下來 落地的動作 真的要非常注意你的腳踝 那他呢 也是非常的特別 就是如果喜歡一些 比較獨特設計款的話 也可以去 買這種的 對 無鞋跟那個 那他自己的高度的話 我覺得 這個 應該是這雙是比較介於七寸的 八寸之間 喔還有忘記提 就是 在穿靴子款式的高跟鞋的時候啊 我們一般都會穿襪子 那可以穿比較厚一點的襪子去 把揮個腳 然後也是更增加舒適性 好的那這就是我的高跟鞋特技 那大家歡迎去上高跟鞋課喔 那 那一樣如果有什麼樣的問題啊 就是不管是高跟鞋 或是剛管我們的問題 就是想要分享事情 都歡迎在底下留言喔 那如果你自己 也有想補充的東西的話 也歡迎在底下留言 一起分享 好呦呢 謝謝大家收看喔 希望大家喜歡這支影片 那喜歡的話 也請幫我按讚喔 然後 如果有什麼 特別的想讓我去製作的影片主題的話 也歡迎在底下告訴我 因為我現在呢 沒有任何的想法 對 希望大家給我一點建議 那 大家下次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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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